在世的西民路 可说是餐饮界的战场区 想要赢出胜利 那么除了在佳肴上 口味腰脖的后爱味 这店家也要有 自己独特的风格 考客们才会一一向往 今天咱们要搜寻的餐厅 听说它可是跟其他店差很大 最大的独特点 就在 特别的地方它无菜单 是 所以你就会一直期待说 它下一道要出什么东西给你吃 没错 西民路上这间无菜单料理 就是要颠覆传统餐厅的点菜模式 客人进门不用点 今天餐点是什么 嘿嘿 上菜后就知道 就是你来可以不用一直烦恼说 你要吃哪一样 还是说每一样都想吃的话 是不是比较方便 我们除了无菜单料理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之前外面 现在很流行什么命理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在英文 忌讳之下认识了一位老师 然后他就是刚好 就是可以来我们这边 就是免费为客人服务 表现天马行空的创意 透过厨师巧妙的双手 来呈现美味 瞧着一道道佳肴 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我还蛮怕生蚝 但是他就是送上来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觉得我一定要试看看 第一次让我不怕生蚝 真的 餐桌上若是有生蚝料理 相信许多人都会像 吴小姐刚开始的反应一样 一见就倒退三步 敬而远之 不过这道已拌炒过的洋葱末和培根 替代柠檬汁来去腥 用烧烤做出的法式生蚝 竟能让他说出如此惊人的评价 可见这生蚝味道非凡 耐人寻味 对 就觉得它很香 而且它上面就是 有放洋葱跟培根下去 特别拌炒过 就觉得很香 对 很好吃 而且它生蚝就是还蛮鲜甜的我觉得 无菜单的套餐里 除了法式生蚝 应该还有许多有趣的料理吧 招门二话不说 先进厨房挖宝去 这样的甜筒到底能做什么呢 当然无疑就是要做冰淇淋啦 我最爱的甜筒冰淇淋 巧克力香草口味 所以我们赶快去找厨师 来帮我挖一桶吧 师傅师傅我的巧克力香草冰淇淋呢 在家 诶 赶快是甜筒吗 不过怎么变成沙拉了 这种很独特之处 用甜筒来做沙拉手卷 这个尝试挺新鲜的 咬下一口 哇 真用甜筒替代海苔的 芦笋蟹肉甜筒手卷 口感真独特 微微饼干的酥脆 加上绵密沙拉和芦笋蟹肉 鱼卵的鲜味 整个顺口不腻 难怪深了女性顾客的喜爱 讚讚讚 一般我们的甜筒就是拿来装冰淇淋 可是我们就把它拿来装 马铃薯泥 然后当做沙拉 对 因为很多人吃到这袋 就觉得很新奇 他觉得说 虽然甜筒我们在外面随处可的 可是他会觉得说 哇 为什么就是 会有这么有创意的东西 最喜欢哪一道 哪一道 就是刚才有那个甜筒沙拉 所以还蛮清爽的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 它的甜筒酱是做成沙拉的 对 还蛮压抑的 有甜筒 还蛮特别的 没有吃过这样子的 有点像在吃冰淇淋 可是又不是 那种口感还不错 有起司 然后有酸酸的 有点像在吃那个意大利面 可是没有意大利面在里面对不对 对 就是它那个酱 尤小姐所说的 这个像极意大利面口味的东东 到底是什么呢 等等 原貌就是它 即是肉酱七排 是店长研发团队小组 所特制的创意料理 将处理过的去骨腿排 裹一煎熟至金黄色泽 接着放上自制手工的意大利肉酱 并盖上Cheese片 到烤箱焗烤到Cheese融化 最终再经主厨摆盘装点一番 这飘香四溢 口味超浓郁的即是肉酱鸡排 就能粉末登场咯 哇 这肉酱的咸香 和Cheese本身的香醇 整个融合入味在鸡排里 美味指数狂飙满分 诶 不带一提 若是您今天不想吃鸡排 这骰子牛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蛮好吃的 所以这个是新的尝试 对 它这个牛肉比较不会那么老 有的会比较老 它不会 对 然后它们有搭配那个牛排酱吧 应该是 然后就 然后感觉它是吃牛排 可是又好像不是 整一道给它几分 9分 9分 9分10分吗 对 香鱼在日式料理店 最常用烧烤的方式呈现 不过洋店长家的爆浆柠檬鱼 做法可是融合了日式烧烤 和泰式酸辣的口味 蒸熟的鱼肉中带有花枝浆 淋上主厨特制的柠檬酱料 整个感觉完全颠覆日式烤香鱼的传统刻板印象 就是师傅很用心要把中间那条大汁拿掉了 对 然后里面就是塞满了那个花枝浆 然后有一点点柠檬香的味道 就觉得很清爽 对 很好吃 可以跟朋友起来然后没有什么压力 大家可以吃饭 然后可以轻松聊天这样子 对 适合聚餐 推荐 推荐一个朋友 对 傻傻傻 会 一定会 爱吃美食又喜欢惊奇不断的常仙族 来到新民路不妨进来做做 别出新材的美味 相信每回都能让您赞赏不已 使您的味蕾蹦出新火花 享受这创意美传佳肴的饗宴 您可得亲自来体验一番哦